候选人背后的这一群的 我们长安展的团队 来帮他做这样子的一个操作 那么与台湾选举的 至少在过去这十几二十年 我们所累积下来的经验来看 操作的团队都会把它操作成为 对抗对立 甚至在不客气前会有点点洒狗血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警报现场 我是主持人台湾警报社长林一林 这段时间我们大家几乎都 笼在在选举的气氛之中 那么不管是立法委员选举 还是总统选举 其中最让大家瞩目 当然就是双英对决 那么他们两个人名字都有一个英 都是英雄或英词人物 马英九对上蔡英文 那么所有的民众都很关心 从现在开始一直到选举投票日 这段时间到底 民众所会看到的是一个 什么样形态的选战 我们很关心 那么选战到底怎么打 那么攸关了权力 最高权力的地位 当然更关系到整个选举的文化 跟选举的气质 我们非常希望 台湾社会的民主化 能够建立一个非常美丽的 非常正规的一个选举的竞争 让台湾民众能够选出 最适合的领导人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 就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 学者来跟我们一起讨论 首先我们先进一段VCR 2012总统大选开打 总统马英九与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对决 目前各家民调都显示为 五五波的紧张对视局面 分析两位都是理性务实 也都往中间选民靠拢 因此支持度不相上下 预期选战将极为激烈 双方不走传统选举路线 也比较少使用煽动群众的伎俩 因此过去大选常见的统独牌 族群牌 比较难成为2012的选战主调 而中间选民所重视的两岸与财经政策 将为主战场 但从过去选举来看 民进党善于议题主导 执政政绩不佳的马政府一旦犯错 到时便可能成为一大致命伤 这场选战的品质 以及决战的关键因素为何 值得深入探讨 欢迎再回到警报现场 我们今天在节目中 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学者 在我们中间一起来讨论 他们有不同的政治的观察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首先介绍坐在我左手边 台师大政治研究所的教授 曲兆祥老师 曲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张老师好 第二位为各位介绍 台北医学大学的助理教授 张国成老师 在我们的节目中 张老师你好 主持人曲老师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张老师他留学 美国留学澳洲 对于国际战略跟政治 有非常深入的研究 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中 我们跟两位教授一起来讨论 就是说这一次双英对决 就是因为会呈现一个 什么样性质的选战 首先我们有几个特质 刚刚我们在VCR里面看到 第一个两位到目前为止 所有的民调显示 几乎都是五五波 非常非常的靠近 是一个非常竞争 很激烈的选战 第二个特质 很多人都觉得 这个蔡英文民党的主席 也是民党的参议员 是一个女版的马英九 看起来两个人 同质性也非常的高 那么这到底呈现 一个什么样的选战 我们首先请问一下曲老师 两个人民调这么近 两个人性质又这么近 那民众要怎么选 我想如果说我们只看候选人的话 的确就是正如刚刚主持人您所说的 就是他们两个人的同质性 非常的近 而且跟其他的政治人物来相对的比较 老实说这两位候选人 其实都是以理智理性建成的 因此这场选战应该是 本来我们应该是可以预期 它是台湾的选举史上少有的 可以理性讨论问题的 比较不那么洒狗血的一场的选战 不过这个是静态分析的结果 动态分析的结果 恐怕我不会那么乐观 因为候选人 他是不是完全能够自己来掌握他的选举的 那个团队 不是团队 而是他整个选举的主轴 尤其是选举的那个tempo 他那个脉动 这个不是候选人能够掌控 而是在候选人背后的这一群的 我们常常讲的团队 来帮他做这样子的一个操作 那么以台湾选举的 至少在过去这十几二十年 我们所累积下来的经验来看 操作的团队都会把它操作成为 对抗对立 甚至在不客气前会有点点洒狗血 所以这场选举如果选战 如果我们说到底它还是 它是个什么样的选战 我的感觉恐怕是一场媒体战 既然是媒体战恐怕还是 避免不了过去那种洒狗血的那种方式 甚至于有的时候是以对方的 多多少少带有一点点人身攻击的 这样子的方式在进行选举 我们只是很期待 就像我刚刚一开始所说的 这两位代表性的人物呢 就是双英战 您跟他讲说英雄也好 英词也好 真的因为他们两个人的 本人的特色是以理性为主的 所以我们至少我们在那学界的 我们是很期待能够看一场干净的 比较高格调的选举 不要那么的洒狗血 所以屈老师一边跟我们分析 这个静态跟动态的因素以外 那么也不免提出您的忧虑 看起来这个战争是会闻到烟消味 火药味 会有很多很多可能的人身攻击 所以你好像某种程度的忧虑 可以这样讲 不容易变成君子之争 难啊 在台湾目前的现况之下 我觉得有点难 好 我们也请张老师分析一下 刚刚曲教授提到的是说 可能两个候选人本人大概没问题 但他后面的团队 这个恐怕要杀到剑骨头了 我想曲老师刚才对两位候选人的观察 非常的精确 不过就跟刚才提到的 就是说第一个团队 这可能是一个比较不容易控制的环节 第二个就是说 这次的选战是跟立法委员并选 但是立法委员的选风 一般来讲并不是特别的好 以上届立委选举来讲 有73席的这个区域立委 结果经过了几年的任期下来 这个因为选举纠纷 当选无效被判会选 这个大概这个失去立委职务的 大概接近十个人 所以说这个跟立委的这个选战结合在一起 竞争又是这么的激烈 这个会不会这个选风 有一些比较不同的影响 影响到原先两位这个总统候选人所希望的这个理性对决 我想这点恐怕是比较不容易出现 就跟刚才薛老师讲的一样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就现在的这个选战的过程进行来看 这个国民党方面 就是几位就是这种名嘴知名的立委 就是以这个揭发弊案攻击对手知名的立委 还非常的活跃 但是相信之下这个民进党的这个过去所谓的三保 或者是已经几乎都已经离开政坛了 所以这个攻击的火力 我想恐怕是会比较偏向国民党这边 实际上我们看到现在的攻击已经开始了 那么那当然选战之中 这种攻击也未必纯然都是坏事 因为可以让这个某个程度上来讲 可以让选民更加了解候选人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物 但是呢这个可能就 这个在许多的政治议题交织之下 要让原先这个理性的辩论要能够持续下去 恐怕也是比较不容易的事情 没错 所以我想刚刚张老师的分析 里面把它放进了立法委员的因素 那么如果单纯选总统就单纯多了 可是现在因为这个国民党 把它操作成了两个并选 那么这中间当然母鸡戴小鸡 是有它的好处跟政治的机会 不过我想问一下曲教授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说如果总统单纯的选 就没问题一对一对决 那现在因为加上立法委的效应 在这中间就使得它复杂多了 那我想的确是如此 因为立委的参选人本来他就比较多 再加上立委现在改成小选区 就是刚刚张老师所说的 至少有73席他是单一选区选出来的 那么单一选区的这种 只有一个人当选 所以他的那个捉对厮杀的那个气氛 就会比较浓厚 然后再配合了总统的这一对的选举 所以很自然的选情 他会吵得比较热 刚刚主持人您刚刚一开始 也讲到一个状况 这两个总统候群也是主帅 我们常常讲是母鸡戴小鸡 这两只母鸡呢本身 他们都是同质性非常近 那选举呢 他不管是哪一层的选举 他一定都要把它操作成为两边是对立的 是完全不同的 这个时候选民他才能 因为完全不同 选民他才好做选择 选民也才有兴趣出来投票 所以总统选举跟立委选举 怎么讲呢 嘎在一起选 两个因素搅在一起 我相信这个场选举真的会变得很热闹 刚刚张老师也说了 不管是国民党K民进党也好 民进党K国民党也好 我想基本上两党对决在台湾现在 基本上是一个已经成局的 一种结构性的因素了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想这场选举的怎么讲 精彩火爆乃至于激烈之可期的 是 那我想刚刚张老师有特别提到 就是说这次的选举 因为有立法委员在里面 而且刚刚也两位都提到小选区 那么这个选举就是一个 全有跟全无的游戏 要么就得到 要么就没有 要么就是输到破产 要么就是赢到全部全拿 那这里面就牵涉到说 究竟政党的效应在这背后 到底占有多少的地位 请教一下张老师 就是说特别是两位总统候选人 都是主席 那么主帅亲征 然后政党的效应又在这里头 您怎么样看 政党的效应 就以前我们对民调的观察 就是说马总统作为国民党主席 但是他个人的声望跟支持度 比国民党这个党要来得高 那这个蔡英文女士 作为民进党主席 但他个人的支持度 跟民进党的支持度 差不了多少 那很明显的就是说 这个国民党比较能够享受得到 这个马总统或者是马主席 带来的光环 那这个相对来讲 民进党就比较需要各自去 这个开疆辟土 我想这一点是一个比较确定的事实 当然这个马总统他有执政的优势 所以说他可以利用这个 这个作为总统的身份 这个在地方建设上 协助这个选区内的这个立委候选人 我想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 但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可能对于国民党的整体的这个优势 或整体的这个形象上来讲 是有加分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说因为我们的选区 就是大小差距是比较大 那基本上来讲 在这个花东 澎湖 金马 也就是说区域已经 基隆 可以说已经有六七期 已经是基本 已经是 已经是国民党已经是稳拿了 再加上原住民 可以说这个选举 基本上来讲这个民进党已经浪分 浪很多分 浪很多席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当然对这个国民党营造 他整体政党的气势来讲 因为在这个既定的优势之下 可能也是比较有利 没错 我想刚刚这个曲老师跟张老师 都跟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整体的这个选局 是国民党跟民进党 一定是捉对厮杀 而且会相当惨烈 那么这中间张老师也分析一下 因为国民党有现任的优势 而且在很多的地区 他其实是已经掌握到一些基本选票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民进党 特别是蔡英文 要政党轮替翻盘 其实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不过以目前的各个民调来看 这个蔡英主席看似蛮厉害的 已经做到跟这个马总统 分庭抗礼 毫不相让的地步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来继续来讨论这精彩的选战 我们下期了 再来看看 谢谢大家